艾基我的imaan語 總部的名字 她叫做温文靜 стве的人跟各位介紹一下 她叫做溫文峰 她很年輕 我看她應該差不多二十 tre 二十六歲的時候 他在台北港發生了車禍 那麼頸椎創傷造成頸部以下全身癱瘓 已經擦了鼻肉管 動了這個替切的手術 醫生在診斷書上面 清清楚楚的寫著 脊髓診傷四肢癱瘓 各位有沒有發現到跟剛剛小野士先生 那天所寫的是不是幾乎很雷同的 只差沒有講說回復無望而已 台灣的醫生比較不會這樣 這樣啦 這樣這樣 好像家人會這樣 所以呢沒有寫到這樣 但是其實也不遠了 但是 因為他的姐姐 他的姐姐在很早以前就是麗嘉莉的會員了 知道小野士的故事 所以當這樣子的一個車禍發生在他身上的時候呢 事實上他就開始馬上立刻的給他吃四爸跟火美 那現在的 各位剛剛有看到他的照片吧 四肢攀昏的照片吧 那短短的一年的時間 其實小野士先生是花了好幾年才能夠跑的喔 所以現在的我想應該我們的溫文峰先生呢 二十幾歲 不過他應該是 拿著拐杖出來的 所以我們現在以熱烈的掌聲 各位 他今天也是有 其實他很忙 但是呢 特地為了我們綠嘉莉的夥伴 他專程 來到這個地方 要來跟我們 分享 做他親自自己的見證 所以我們是不是要以最熱烈的掌聲來歡迎我們的溫文峰 溫文峰 歡迎你 你要跑出來了 來啊 來來來來來 來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一個秘密 我覺得你比小野士帥 謝謝 因為我想說日本人可以跑 我們台灣人沒有理由可以輸他 所以你也 他堅持說跟我說 我也要跑出來 我要跟小野士一樣跑出來 而且要從最後面跑 你剛剛跑哪裡跑 最後面還有樓梯 腳怎麼樣 還好啦 還OK 沒有問題 你當時癱瘓是 全身 我當時癱瘓只有眼睛跟眉毛沒動 只有眼睛跟眉毛就這樣 來眼睛跟眉毛動給我們看一下 當時只能這樣子動 那跟我們分享一下這個過程好不好 首先先生很感謝大家給我這個機會可以站在這個台上跟大家分享 那我跟很多人一樣也是 排除萬難 才 感到這邊 因為 我覺得我的故事跟小野士先生一樣可以給很多人 勇氣跟希望 包括我現在很多的病友 那我從剛開始出車禍的時候送到汗水馬街 那醫生就跟我媽媽說 你小姐你可能要有心理準備 因為他接的Case只要傷在這個地方 幾乎 10個有8個以上 可能一輩子都要坐在乳椅或者是躺在床上 所以你可以講講你有 親愛的人 也有自己很重要的朋友 如果一個人 25歲的年輕人 他的事業人生剛起步 然後他被醫生講說 你可能一輩子要躺在床上 一輩子 我不知道你們會有什麼樣的心情 那時候心情真的是盪到了谷底 那好在我姐姐 那那一天有去跟 有去急診室看我 那頭一天的時候我就跟他說 我要試發 因為我也是有 看到小野士號先生這樣的見證 還好我有跟他講 因為隔天我又氣切 所以就真的剩下眼睛跟眉毛能動 連講話都不行 那 我換到一般病房的時候 我就開始使用試發 那時候我擦鼻胃管還有氣切 那就把試發剪開 然後貨在那個溫開嘴裡面 那用 那個點滴 那是吧 針筒 然後撒進那個脂肪管裡面 所以 剛開始我大概 轉到一般病房沒多久 護士就跟我講說 你知道嗎 你的 腳趾頭會動 我的大拇指就開始這樣動動動 對然後大拇指後面 左腳的 五隻大拇指會這樣 那後來我的左腳可以踩起來 然後 後來換我的右腳可以動可以踩起來 那 我就發現 有戲囉 腳也是先生可以好 我也可以好 請什麼他請我不請 那我就 說繼續吃 使用試發跟活美 那直到我轉到榮總 那一天大概已經過了一個月 我已經可以在看護的幫助下 從病床 下床 坐在床上 可是我大概只能坐30秒 我就全身大喊 因為我躺在床 躺太久 那 第二 第二天 我就可以 如果你們有去榮總的話 你們會知道旁邊都有那種陪睡床 對不對 那我第二天的時候我就可以在他的攀扶 就這樣 他就這樣抱著我 然後我就這樣 有點像我機器站緊 那我就可以 走到那個 慢慢的走 走到那個陪睡床 坐著 坐一下 然後 又隔一天 我已經可以走到病房的梳妝台 然後那一天的下午 我已經可以走到 171病房的那個 門口 就是我的那個病房的門口 然後再來呢 那個171的那個 病房我可以繞他的護理師繞一圈 繞兩圈 繞三圈 直到 醫生說我不可能 大概不太可能好的人 在開刀前我已經可以從我家走到 那本買疫苗 他還是在這幾下 他還是會有些亂超大的 這個音量 咱們 我 ,